我是王欢欢 90后狮子座 喜欢畅游在书海中 庄子是我最喜欢的住者 生活中朋友对我的评价 是讲义起和像哥哥 从小到大 我都是非常独立的人 父母是我的骄傲 我也是父母的骄傲 五年的学医之旅 让我有了理性的思维 和大义情怀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都某一突破 某一挑战 某一创新 做了许多有趣的事 哪些有趣的事呢 让我来慢慢告诉你 王欢欢 女于25岁黑龙江人 七七哈尔医学院本科 精神医学专业 12位老板 HR专家陀老师 在场以及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欢欢 来自美丽的槟城哈尔滨 毕业于七七哈尔医学院 精神医学专业 但是我并没有从事这个 我从8岁开始 会骑自行车 就开启了我人生中的 第一个小创业 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我都过得非常丰富多彩 尤其是在大学 学习成绩优异 学生会副主席 还有微电商创业等经历 让我的精神和财富上 都获得了很大的收获 来到飞你的舞台上 想寻求一份市场营销 或策划类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手上写的什么 就是我为了增强自信 然后写的一些想要说的东西 你还带着一块大金表 对 是土豪 这个几克拉 这个没有什么克拉 就是随便带着玩的 你好像我问你这些 你有点不自然吗 还行 稍微有点紧张 紧张啥呀 富婆 没有 你知道他很有钱你知道吗 他有一套房 有一存款 还有一两路虎 自己买的 有多少钱存款 方便说一下 五六位数吧 五六位数那就是六位数 对吧 几十万 房有多大 建筑九十多 使用六十五 在哪个城市 在哈尔滨 这得了啊这大学生 谢谢 稍等 稍等 我刚毕业 老师交代哪弄来的 是我做微商转的 怎么转的 说来说来说 把生意经说来听听 我是在14年 我清楚地记得是 11月5号那天 我当时 我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就特别地心动 然后让我爸爸试了这个 我做的是膏药 效果非常好 当时我家 我爸我妈 你得把你爸当试验品 对对对 我必须先让自己的家人试一下 然后身边的邻居 还有朋友 知道我爸用好之后 都非常地想去用一下这个膏药 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契机 做上这个代理 幸运和努力地结合 你怎么做得那么好呢 在微信上怎么营销的 我觉得还是以我的人品和能力吧 主要还是产品好 然后推广开来 就慢慢地做大了 有了自己的团队 团队多少人 200多 都是学生吗 不是 什么角色都有 有宝妈 还有学生 还有白领 都有 关关你在 你在就是微商 这个膏药的上面 你的身份 是不是对你有帮助 因为看你学医的 对 也有一定的帮助 我个人有很强的 一个领导能力 组织能力 还有沟通能力 说一件事来体现你的能力 就比如说 每周的培训都是我 我来组织 我来讲 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 她的经历 我发现 为什么这女生会成功 有一个很显著的因素 这个女生是有一颗大心脏 以下有几个事例 可以证明一下 她第一次考大学 是考上了专科 她不去 是吧 我去了又退学 又退学了 然后又再考 才考上了这个 七七哈尔医学院 为什么要退学再去呢 为什么一开始不放弃去呢 其实我的个性当中 是挺 挺好强的 其实那个专科院校 我是不太喜欢的 然后我记得 我去的时间是一个月 那一个月都是军训的期间 我是天天在哭 泪流满面 然后晒缺黑 然后我就回来了 我就决定不去了 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 一种大学 一种生活 那你后来为什么 选择了精神学科呢 因为她好就业 为什么好就业 因为现在精神科 人才是极缺的 那你怎么今天 你跑我这来就业了 因为我想转型 做市场方面的工作 为什么 土雷老师他微商太成功了 所以他想转市场了 他学习还不错 人家拿过一二三等奖学群 都拿过 那你的第一个坑就来了 你选这个当时 就是为了好就业 对 对吧 然后你又认为 组织能力很强 表现特优异 那理所当然 你在这个行业 是应该很优秀的人才了 对不对 而且你的这个专业 现在也有很多商业机构 对不对 那你就直接奔着你的专业强项去找工作 更能发挥了 你干嘛跑到这来呢 我觉得这两个相比较 我更喜欢后者 后者是什么 就是我今天求 对我今天来 你求的职在你的 那行业里也有啊 现在专科医院 也需要做营销策划的人呢 可以不是医院啊 因为我上一份工作 就是在考研 你不是为了到这来 拯救他们这些老板的吧 对 你看你自己说的案例 你是因为卖膏 他也跟一一沾边 对不对 不管是用什么形式 你还是直面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陈昊这个问题 是我们所有人的困惑 你在你的行业 已经不错了 又有钱 是吧 就业情况又好 你干嘛到这来呀 这没有一家医院的人 除了叶子楼 精神这个 就这个学科 包括心理学 包括现在孤独症的 这种特教学校 这都可以用得上 首先我没觉得 是有矛盾的事情 我觉得我学了五年医学 但是我二十年 更是在这个市场方面 那你开始 为什么不去学市场 为什么要学医学呢 就是一种保障吧 你就是想赚钱呗 对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更想 让自己得到精力 那你今天要求 多少钱薪资啊 四千家 四千家够你 车贷 房贷吗 不够 那你营销那个 狗币高压还卖吗 现在还在卖啊 对啊 你不卖的话 你怎么还房贷车贷呢 对不对 那你说一新二用呗 占很少一部分 因为都已经成型了 那占不占 那我就不清楚 让他们用人方去判断 地狱呢 地狱在 可以短暂在外地 然后长期 我还是想回到哈尔滨 来 第一轮选择薪货 来 第一轮选择薪货 天生我有猜 为什么灭灯 如果你正在服务客户 可能你卫商那边 也会有情况 在这种情况 可能冲突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够 就是有这样的员工 这就是每个 用人公司的规则 来 把他的 职场色评题拿出来 你觉得在职场上 最要不得的是 A 不注意仪表 B 骄傲自大 C 自不量力 D 喜欢拉扯关系 哪个是你认为 最要不得的 我觉得B 第二个 骄傲自大 为什么呢 我觉得骄傲自大 是一种态度 在一个企业当中 我觉得态度 比能力更重要 如果他的态度 出现了问题 我觉得是要改进一下的 你觉得骄傲自大 和自不量力的区别 在于哪 自不量力 没有体现到 他的对人对事的态度上 而且自不量力 他可能对自己的 这个能力判断有误 但是你不觉得 自不量力 与骄傲自大相比 可能更能坏事吗 就不能干的事 他偏要懒 但是这个可能 看他在哪个阶段 哪个职位吧 你怎么看他 喜欢拉扯关系的事 喜欢拉扯关系 我分为两种 一种是 比如说人员比较好 就喜欢跟大家 处好的关系 另外一种是 那种背地理 所以说它是有两面的 来 老板们选哪个 C 自不量力 对 为什么 说一个例子来听听 很多这个 刚毕业的人 他可能会特别 敢去接某一个活 但其实他根本不 掌握这样的一个技能 或者说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倒不觉得 这个自不量力不好 这个骄傲自大 我觉得也还不错 但是喜欢拉扯关系 是我们最最讨厌 为什么呢 这我是觉得 会对整个团队的氛围 会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人是应该 但是这个拉扯关系 这个怎么界定 也是个问题 我觉得 有的人天性啊 他有人天性 不管是工作时候 还是生活时候的 他就愿意热闹 对的 我们都是从 其实反正要看它 在哪一个度上 如果特别过的话 是哪一条都不能让人接受 好吧 但如果在一个度上 其实都是 都不会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不单向解决了 三位老师 这道题考的是什么 其实这道题就是看 花花在将来 会不会适合 你的企业的企业文化 就是你们的价值观 你们的趋向 你们的选择 会不会是一致的 不然那将来接触起来 会非常难受 我也选骄傲自大 陈浩我觉得 你就是骄傲自大人呀 你不仅自不料理 还骄傲自大 我觉得 我特自卑 是不是自己选 什么样子的人 其实自己就是 什么样子的人 因为这也是一种 心理投射嘛 心理投射 你会下意识选 和你一样的 但是就是 当然这几个题是 大家差别比较大一点 有的时候你团队里 可以选一点 不一样的形成互补 那个看一看实战吧 销售 狗鼻膏药 你接受吗 这个挑战 可以 咱们选一客人 好吧 看看谁最需要 贴狗鼻膏药 来 你挑一个 选我的老乡 余文浩 对 你怎么知道 这个余文浩是老乡 说明他 你看又发现 那个优点吗 他会去 事先做调研工作 来来来 来吧 卖狗鼻膏药 好 余大哥 我听您说 您的这个颈椎 是不是老 活动不自如 然后有的时候 还有咯咯响 可是颈椎 不是每一个白领 办公室的人 都会 对 确实是 因为咱们这个姿势 我先教您几个动作 就是您缓解一下 所以你是理疗师 是吧 不是 我先 我教您一个小方法 就可以缓解 这个颈椎上的不适 不是 欢欢还是我教你吧 因为你看 你都知道我是你老仙 你也应该知道 我是哈尔滨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专业毕业的 对 健身啊 保健啊 我特别的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我先 就是我这个高 因为我这个高 也是我自己贴过 还有我 我爸爸他们都贴过 也是有颈椎病 方面的问题 高药 对 我为什么要贴高药啊 我不认为 我的那个病症 足以到了 去贴高药的地步啊 因为我有病 我一定会去医院 去听从医生的医嘱 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你怎么去改变 我的习惯呢 很多人都像您 有一个 就是特别信任 医生的一个 这个方式 我们这样的 其实 不是说 就是也是医生 推荐的一种方式 您哪里不舒服 或者是有什么现象 可以随时联系我 你搞有什么成分 什么成分 有单 还有 单 那个 哎呀 你都不知道什么成分 你自己都不知道 还给我 但 你这样人家没法信 行 我觉得可以 可以结束了 来来 点评一下 点评一下 我觉得呢 就是 欢欢并非一无是数啊 就是说 虽然我们一直在打击她 她有两个很好的优点 第一 她上了以后呢 先去用了一个情景设定 其实这个很重要 这个还真是 有了一定的销售经验的人啊 才能去做出来的一个反应 第二呢 就是全程 虽然我们在打她砸她 但是呢 她一直呢 是切而不舍的 去捍卫着自己的这个 不慌乱 不慌乱 不慌 对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只不过呢 就是 我觉得 你还没有上升到 就是销售方法论的 那样的一个层面 你比如说 你既然都知道 就是说 我跟你是老乡 咱们都是东北出来的 然后呢 你也应该对我有些了解 我这人很倔嘛 对不对 平常做姐姐们也知道 那你就敢反着我说嘛 对不对 余老师 跟您打一赌 我听陈昊老师说 您那颈椎 已经看了好久了 没看好 这也符合你 上来就情景设定的 这样的一个策略 对不对 我跟您打一赌 我这钢要 比您看过的那些大夫 都好用 你敢不敢 学到了 学到了 我觉得也没有 很好的展现出 我的销售才能 但是我觉得 在后续的工作过程当中呢 我会更好地 发挥自己的才能 让领导看见 我的优势和长寿 陈雷老师 我其实想问一个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从你刚才 你展现的销售技巧 我很难去相信 刚才你说的 你微商的业绩 所以我这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那个房和车 父母有没有出钱 第二个问题的话 那我想细问一下 你做微商 一个月的销售额是多少 你的提成是多少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父母没有出钱 但是装修是我父母出的 是这样 因为我爸妈现在住 然后那个 第二个是我的销售额 我最好的一个月的销售额 大概是在30多万 那你的提成有多少呢 你的奖励 两三万 这样 这有一点 你最好的两三万的话 那你就很难累积到那么多钱 那一年20万 你总共才干了一年多 还没到两年呢 两年多 而且一开始肯定还没那么好吧 你四五十万的话 你不应该积攒那么多的家产 又有房子又有车 这很难的 还有中管 就是一个平均的数字 对 其实还有两个问题 大家是要关注 第一是 它其实消费不低 对吧 但它今天要求的是四千 它还有房和车 没有还完贷款 所以它刚才所说的 全国皆可 但最好是哈尔滨 其实言下之意 是最好就是哈尔滨 我这样说 没问题吧 可以短期在外地 来吧 我们看他们对于你的包容度 大概有多大 来第二轮选择去火流 还有三盏灯 来听见他们推荐的时位 从冯毅开始 那佑曼的话 给你的工作 是我们的市场专员 这面试真的挺失败的 但我觉得你这管理范 是我建的 还算不可多得的 所以我觉得 我可以给你这个 哈尔滨的这个 储备的校长的岗位 我们有两个岗位适合你 第一 你可以做课件 或者课程顾问 第二个呢 你可以进入我们的营销部 整个策划我们这些课程规划 两个岗位 初期工作地点在北京 灭一展 刘良展 去吧 不好意思 老师 敬礼你 有请陈昊 刘家勇 弹琴 不声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薛 哈尔滨 可以短暂在北京 好 写好了吗 来 请揭晓 北京 哈尔滨 都暂定这么多 对这样的薪酬还满意吗 还挺满意的 问一个问题 就是 那我改一下 也行 那更好了 陈昊 你要不要这样 不是 你给的是北京的是吧 我给北京的 我刚才说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 如果是在哈尔滨的话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浮动 这个工资这方面 哈尔滨的话 5000是我们的 储备下人的起薪 那干得优秀的 拿两三万吧 因为哈尔滨那个收入 跟北京还是没法比 北京的优秀的下人 拿四五万 我们这岗位必须在北京 这岗位必须在北京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酬超过于六千 其实这姑娘实力还是有的 只是今天表现不佳 就没有人抢了 太可惜了 把十盏灯灭了 没事 就他们俩也行 你挑一个吧 来 十秒 福能集团优胜教育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你挑一个吧 来 十秒 福能集团优胜教育 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是吧 我觉得今天表现可以打七分 剩下的三分 可以有更多的空间 去做好这件事情 进入企业之后呢 我的想法就是做好本职工作 然后努力地学习更多的知识 发挥自己应该有的效果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